嗨,大家好,我是MG 在阿发电上,有不少所有都会问我有关黑神话悟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所有会问我说,MG你对今年的黑神话感不感兴趣 最终会不会买,会不会玩,会不会去直播 也有所有问我说,MG,你看这游戏8月份就要上线了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定价,都没有开启预售啊 你觉得他最终会定怎样的价格 你觉得怎样的价格区间是目前中国大陆游戏玩家比较能接受的一个价格 如果他价格定高了以后,会不会引起游戏社区的负面情绪反弹 还有所有问我说,你看这游戏都快四年了 这游戏还没有上线啊,每次放出点消息啊 各路游戏媒体,自媒体,甚至无关游戏的一些媒体 就会大肆炒作宣传,甚至把它捧上神坛 你这游戏还没有上线呢,就吹得跟神一样 最终会不会,对吧,重蹈这个星空啊 赛博朋克2077的覆辙 变成一款吹得特别狠,摔得也特别惨的暴死神作呢 还有些谁又问我说 你觉得这个黑神话是不是像什么元神呀 战狼2呀,还有什么流浪地球啊 这些游戏电影一样 在搞这个爱国营销,在搞这种情绪绑架 动梦就说什么中国元素啊 对外文化叔叔啊等等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等等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并的回答一下大家啊 这么久以来啊 围绕这个黑神话悟空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或者讨论那些话题吧 当然今天是2月14号 正好黑神话悟空也是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没有任何的内容 然后也没有引出他这次游戏到底要订多少架 所以我们就不谈这个短片了啊 就来聊到大家提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个人对于恨神话悟空来说是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期待 然后的话最终也会去买 也会去玩 然后条件允许的话也会去直播 也会去做相关的视频的内容 对我来说的话 这款游戏首先 它的这个新鲜程度上是非常的新鲜 它的题材 它的美术 它的这种叙事的这种题材的内容 还有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斗啊 各个方面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全新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来说从这种长鲜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完全值得一玩 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发掘 值得和大家去分享的 它最终定价如果在200块到300块 甚至400块500块 我都是能接受 我都会去玩的 然后我个人的这个硬件配置是3060Ti的显卡 32G的内存 5600X的CPU 我觉得去唱完这款游戏也是没有太大的顾虑的 所以说不管怎样都会去玩 然后我也会去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内容的 然后至于说这款游戏 它最终官方会定价多少 我个人预期标准版应该是在128到198这样一个区间 然后它的高级版大概是在268到398这样一个区间 然后它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实体的典藏版 有铁盒版 然后有这种什么周边 猴子的手办这些东西 我估计也会有 但这个的话 它价格定多少 我就不好去说 因为主要看它手办的这样一个成本 以及它官方想不想去卖一波情怀 然后赚一波情怀的钱 总的来说 虚拟内容 这个版整的游戏标准版的话 大概就是在100块钱到200块钱这样一个区间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它要考虑到中国大陆地区玩家的消费能力 但是你要说再低的话 你要说什么6898 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 这个游戏做了4年投入这么久 对吧 而且确实品质不错 你要说它定这么低的价格 我觉得它在商业上的话就有很大的风险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100多块钱 128到198这样一个区间 或者说中位数据168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个价格会引起国内的游戏玩家群体 包括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弹的话 我觉得那么这些所谓的单机天龙人 你就不要天天再叫什么 说中国的游戏厂商有钱有技术 但是就是不愿意去做 就知道去掐烂钱啥的 我只能说你不配拥有国产的真正的精品游戏了 你妈你连100多块钱你都不愿意去花 你这个真的是有点搞了 你像我前两天对吧 去问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日常的博主 我想加他的群看他日常拍的一些小视频 他门槛费还1000多块钱对吧 你精品的游戏做了4年了 人家要你个100多块钱怎么你了对吧 就算他就要个200多块钱又怎么样了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价格就是这样了 再低的话我觉得不可能 然后如果说不够低 不能让你白嫖到的话 那你去喷你去吗 我只能说中国的游戏玩家 是不配有买断值游戏了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至于说这款游戏 这么多年来有点消息 就会被媒体蜂拥而上 大肆宣传去吹捧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游戏 不管是在国内 甚至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都是非常的少见的 尤其是在国内来说的话 他就是一只独秀鹤立居群 对吧 国内没有做这块重度内容的 然后又是单击买断值的游戏 而且像这样子文化气息 这么浓厚的这样一款游戏 我觉得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款游戏 然后大家去讨论 然后去吹捧的话 我觉得也是挺有可原的 我个人也是比较理解的 然后至于说他这款游戏 最终会不会像什么星空 赛福红207那样爆死 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 因为这款游戏已经在早先 已经搞了几次线下的时机的 试玩体验了 就我个人来看的话 他在游戏的硬性的体验上面 已经是至少满足我个人的 一个期待了 他作为一个ARPG游戏 你像过往这么多的演示里面 已经包括了首先最关键的战斗 我觉得战斗这方面 已经是没有很大问题了 那么ARPG它说白了 就是把若干场大小BOSS战 以及精英战杂兵战 给它串起来 就是ARPG了 ARPG的整体的宏观系统设计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就是把战斗做好 把它串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游戏了 然后他去演示了像 一些相亭的一些探索 还有一些 他这种装备系统的一种设计 据我看来已经完全OK了 然后他的在剧情的故事的叙事 然后这种面部捕捉的一些时机的过场 还有一些大型的预渲的一些过场 我觉得都是OK 非常的震撼 所以整体来说 这款游戏的质量是过硬的 然后他在硬件就化这块 我觉得的话 大概也就是最终的话 应该是能够控制在2060显卡这块 能够在中低配画质下 能够流畅试玩这一档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做到的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确实可能是一种翻车的场景了 但你硬要说 他的硬件优化 能够优化到说1060显卡都能唱完的话 我觉得在目前来说的话 有难度 毕竟现在是2024年了 然后他的画面 还有打斗特销这块 都是非常惊艳的 你要说再低的话 我觉得是够呛了 我觉得硬件配置优化这块的话 游客应该会想办法去下一些功夫 然后我个人预期的话 就是2060显卡能在中低配上去流畅试玩 但是说再低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的考验 他们的技术能力了 然后再高的话 说2060显卡都不能在中低配下 唱完的话 那就确实是一种翻车的场景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 我觉得这款游戏 应该是会是一款非常不错游戏 然后在商业上肯定是会成功的 但是他在商业上的成功 我个人觉得更大程度上来说 还是一个孤立 因为他确实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引起了太多的关注了 再加上他本身的质量也是过硬的话 最终商业成绩肯定是大爆的 但是你要说这样的一个例子能够鼓舞和激励 国内的大中小厂商都来做这种所谓的买断值单机精品游戏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首先从全球的游戏行业来说的话 目前所有的厂商 不管是耶育碧动势暴雪 2K Take-Two 还是Rockstar 还是其他的中型厂商 都在转型做服务型游戏 那你像偏数值战斗的 他就会往MMO网游化去做 如果是这种单机个人体验比较多的 那他就会像原神那样去做这种内容驱动的服务型游戏 你像网易的新的烟鱼十六升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最后还是做这种服务型游戏的这种模式 然后你像什么COD 还有像暗黑破坏神 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然后你像那种单机游戏 现在也是拆开来卖这种资料片 然后赛季付费 或者说季度的DLC也去拆开来卖 也是一种付费的一种模式 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了 你要说一次头说给你60美元 然后给你一个特别完整的游戏 在目前来说的话 已经不太符合目前的市场的情况了 你想想看一个买断制游戏 你就说黑神话悟空 它整整4年完全只有投入 只有风险 没有任何的正面的回报 我觉得风险太高了 它只有这款游戏上线了以后 然后确实能够正常的上线 而且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它才能谈得上最起码回本 所以说风险和代价太高了 所以目前不管是游戏的厂商 然后业内的行业资本 还是说打工人的话都不太能接受这样一个模式了 现在都是在做服务型游戏了 你不管是游戏厂商 还是说哪怕是游戏的普通从业者 都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买断制的风险和成本了 你别看有很多所谓的自诩是游戏业内人士的媒体人 在那边吹什么单击天龙人的一些说法 说这些网游都是玷污了游戏这个行业 然后什么服务型游戏都是糟粕 然后抽卡都是在骗钱 嘎酒菜掐烂钱什么的 他真的是从业者吗 他的从业者可能也就是一个游戏媒体人 而且是一个去迎合所谓的单击天龙人的群体的游戏媒体人罢了 你就算是一个游戏的从业者 你别看现在很多学生对吧 在咨询的时候问我说 我要站着把钱挣了 我要做精品游戏等等 实际上你真正入行了以后 你就做这块游戏 你就会想说 妈这游戏什么时候上线了 我能拿到年终奖 什么时候上线了 能把老板嘴里面的画的大饼说 最后要带兄弟们一起分红这件事情能落地了 你到时候就不会想着说要十年摸一剑 一定要做到足够精品 足够经验才上线了 你到时候就在想着说 什么时候赶快做完了 什么时候赶快发年终奖 什么时候 对吧 再把分红给我分了 你想想看 你大厂和中厂 你想想看做买断制游戏 这么多年一直在投入 他也没有收入 怎么可能会给你 每年给你发年终奖 肯定只有等到上线了 才会有项目分红 才会有年终奖 而你小厂 或者说你个独立游戏的话 老板一直在投入 他只能给你画大饼 甚至说 他这工资都不给你发特别多 对吧 甚至工资都会给你拖着 就等着说 最后这个游戏上线了 才会带你分钱 所以到时候 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你就会 巴不得这个游戏 尽早上线 尽早的分钱 而不是说 想着说 要做多么精 多么的美了 你到时候 如果你的老板 或者说你的leader 然后反复再说 要推倒重来 一定要做的足够经验 要做的这个地方 要打磨 那个地方要打磨 然后这个地方 要推倒重来 要做的够好 这个不够好 你到时候就在想妈的老板 是不是妈的不会做事 是不是想把我们逼走了 然后最后对吧 换一波大学生 然后最后就把我们骗走了以后 他就不用跟我们分红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你到时候 你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不要再想着说黑神话悟空 说能把游戏行业都引导做 这种摆断制的所谓单机精品 这个不太现实 这个不太现实 希望大家 也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至于说这款游戏 在文化领域的一些影响 我只能说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从我个人来说 我喜欢这款游戏 很大程度上 就是非常喜欢它这种 非常强烈的这种文化的这种 扑面而来的这种气息 以及游戏科学 确实在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上 把握到了西游戏的内核 也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后起事录 反乌托邦 一种反抗的一种文化精神内核 然后你像我们中国的文化 总体来说 就是一句话就叫 如以文乱法 狭以武乱犯禁 就是说白了 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 一直都是没有脱离专制的一个统治 所以说我们整体来说 在文化上面 总的来说 它的一个期望 就是能够摆脱这种专制的暴政 你像我们士大夫就希望最终能够平治天下 然后作为侠客来说的话 就是要皆富济贫 逞强除恶 逞恶扬恶扬扬善 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愿望 所以说整体来说 我们的文化内核 就是希望能够 人人能够平等 然后不再受到压迫 要反抗暴政 然后要推倒这种专制的统治 然后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文化 不然是不管是士大夫还是侠客都是这样 那么黑神万物空 至少从目前来看 它是有这样一块的气质的 我想最终这个游戏 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气质 那么你想想看这块的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的话 你也不需要说你可以去输出 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的一个向往自由 反抗暴政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核 也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 但至于你说这种文化 对吧 会不会得到说什么鼓励 我觉得我持一个相对悲观的预期 有人讨论说 如果做西游记这块的黑神话 它成功以后 会不会有其他厂商来做水浒传的 这样一个题材 我觉得提这种话题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反应有点迟钝 而且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游戏从业者 我觉得不太好说 现在弘扬的东西和你想要的东西 应该不太是一个东西 这个不太行 我想可能鹿顶记 可能还是可能会做的 可能会鼓励你去做 但水虎传西游记 什么红楼梦 我觉得不大可能去做了 现在还要鼓励你去 老老实实的去服从 做一个太监比较好的 最好要保持步调 这个就完事了 还搞什么反抗 这是不太现实的 也介于此的话 我觉得黑神话悟空 它在文化产业上 也不会有任何的 所面的正面的代表 只是因为说 它现在作为一个 现象级的游戏来说 某种程度上 它得到了环境的宽容 甚至得到了一些特许 和开了一些绿灯 但是哪怕是它游戏本身的话 未来如果真的大爆了以后 大家都在讨论它的反抗了精神内核以后 还允不允许它继续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至于说更长远来说 说鼓励或者说这样那样的 说就允许你去说 其他厂商也做类似这种 重度的文化的产品 重度的内容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都是天方夜谈 你看看现在的整个影视行业 你就知道了 这个都是睁眼说瞎话了 所以说这块 它确实在文化上面 有一定的做的比较不错的地方 但是它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开始 它只能是一个孤立 除非这个环境真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以后不管有没有黑神话 这个游戏都会有越来越多精彩的 这种引人思考的深刻的一些文化产品出现 但是如果环境不变的话 那么就不大可能会有这些内容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哪怕你说什么星穷铁道 原神这些游戏 我觉得它也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一些叙事 但是它最终都会莫名其妙给它圆回来 那么这个圆回来肯定不是编剧的能力不行 那肯定还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占主导的 那么从商业上也是一个道理 你现在对吧 黑神话悟空最终会在steam或者其他的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这些游戏内容分发平台上去上线 在目前的WTO的框架下是允许你这么做的 但实际上来说 现在你在steam或者其他平台上分发销售游戏的话 是会受到国内的长臂管辖的 不管是你的内容的审查 还是你的游戏的流水上面 你要在国内要交税的 尽管来说在WTO上面来说 你不管是内容来说 还是说你税收上来说 都不会接受重复的管制的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在黑神话悟空之前的话 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说不可能说黑神话悟空 他大爆以后说有更多的厂商 就会往steam上绕过你的管辖 绕过你的税收在上面去搞 你想想看这个可能 不可能的 反而可能会因为大爆 然后有一些搞不出清楚情况的 一些中小厂或者说个人 然后也去复刻道路 反而会导致这块的话管的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严 而且实际上这些年已经是这样了 我现在打开steam的商店 我都得使用一些网络手段了 以前只是社区打不开 现在我连把商店都打不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不要再痴人说梦了 要看清这个现象 至于说黑神话悟空 我最后还是说一下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 然后一定会去买 一定会去支持 也一定会去玩的 这个游戏我很喜欢 然后游客他们花4年时间去做游戏 我也是非常的支持的 至于说早先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议的事情 尤其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什么的 我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说的话 我是为那些就是说受到内部的一些霸凌 或者说冷暴力的这样一些离职的一些员工来说的话 我还是表示同情的 但说实话我就说了 这个买断制游戏就是这样子的 压力就是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 你要说你要去就要做得很精细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没有什么 这个说能站着把钱挣了这些 或者大家就其乐容嘻哈就能做起来 就很难的 这个路就是很艰难 所以说这条路 我觉得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独行侠了 后来有没有来者的话 我真的不太好说 你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来者 而不是说天天去喷别人说不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现在什么Unity Unry 各种各样的开源引擎 这种开源商店都是触手口截 你觉得说国内做不出来这个游戏 你可以自己去做 我也是这么说的 行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 聊的我都有点激动了 我对这款游戏确实抱以很大的热情的 聊到我手都发抖了 其实也是因为我还重录了好几回 重录好几几回 除了因为我聊的舌头打折以外 还因为发散了聊了很多其他东西 主要还是文化这块 我觉得其实现在最多的 对我们传统的文化制约最大的 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文化 现在没法做 而黑虫阿布空的话 他是一个雇佣者 值得去鼓励 值得去赞扬的 行吧 今天聊到这里 大家再见